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如何让恐惧力量为你所用 其实呢 大多数人他们所犯的错误就是 他们在学习正面思考 或是在接受到吸引力法则的时候 他们掉入一个陷阱 这个陷阱是什么呢 就是想要消除恐惧 或者是说想要排除负面 或者是他们不喜欢 凡是想着不好的那个自己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看过正面思考的一些书籍 我们看过吸引力法则一些书籍 我们知道要专注在什么 专注在正面的地方 我们要专注在正面的感觉 所以当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有一些负面思考 比方说有一个人走过来 然后感觉不是很客气 我们开始在心里咒骂他 我们就突然想到 哎呀我们不行这样做 我们不行骂别人 我们不行有负面的想法 但是当我们一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认为自己不能负面的时候 我们想要消除这些负面 排除这些负面 我们想要消除这些恐惧的时候呢 我们反而会进入到一些后果里面 比方说我们会陷入负面的恶性循环 或者是我们会变成消极的去逃避那些负面的情绪 或者是负面的思考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麻痹自己的情感 变成假装去积极 或者假装的正面 然后我们就会措施 负面它可以为我们带来的一些力量 然后我们没有发现 原来自己始终都不愿意去改变 而是假装 假装正面 假装积极 所以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处理负面 不是忽视 不是逃避 也不是压抑 举例来说 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些小声音 它可能是孤单 可能是因为害怕跟人群分离 可能是因为某些害怕 可能有时候某些事情没有达成 所以有些沮丧 当我们面对这些内在的小声音的时候 我们会犯的一些错误就是 我们想要忘掉它们 我们想要消灭它们 我们想要排除它们 或者是我们很抗拒它们 当我们想要忘掉 消灭 排除 抗拒的时候 它就好像一次把十颗冲宝的篮球 我们要把它硬压在水底 你知道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 那只会耗尽你的所有的能量 只会耗尽你的所有的精力 而且那一点效都没有 当我们想要抗拒那些负面的声音的时候 它就好像冬天的时候 我们湿的衣服穿在里面 然后我们再套上一个干的衣服一样 就算你外面套上一个干的衣服 你还是会冷 有了解意思吗 有一部电影 最近出的叫做脑筋急转弯 里面有两个角色 一个叫做乐乐 一个叫做悠悠 那里面这个角色乐乐呢 他一直不断地限制悠悠 悠悠这个角色就是感觉很忧郁嘛 只要他一出现 主人公就会变得非常忧郁 那乐乐一出现 主人公就会变得非常的快乐 所以乐乐为了要让主人公非常的快乐 所以他一直限制悠悠这个角色 去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他却忽略了 有些快乐呢 就是因为主人公有悠悠存在 表达了他的忧愁 因此才会怎么样 才会存在那些快乐 所以我非常建议你呢 有空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电影 《脑筋急转弯》这部电影 所以当我们会犯一些错误 就是消灭这些负面 或者是想要抗拒这些负面 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学会正确地处理你的负面跟恐惧 你可以得来很多的好处 比方说 当你懂得面对负面 当你懂得面对恐惧的时候 你才能接受到人生中真正的快乐 因为这样的人生才是非常完整的 还有你没有办法 在你的人生中 消除这些负面的事物 但你可以学会正确地去处理 你能够知道 在每个当下如何去应对它 并且在你的人生之中 不要再重蹈这些负测 所以负面有时候是可以 让我们学习到某些事情的 如果你学会正确地处理 你的负面跟恐惧 你将能够扩展 扩张你的人生 你不再因为恐惧跟负面 而不敢采取行动 或者是 你不断采取一样的行动 当一有恐惧 当一有负面的时候 我们就会采取某些惯性的行动 当你学会正确地处理 你的负面跟恐惧的时候 你也会渐渐能够包容它们 而不被它们所影响 你会发现在你的人生中 你真正正正地 有选择的自由 所以解决这些 内在的这些负面跟痛苦 还有恐惧 有一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就是 不要逃避 我们要学会面对 第二个前提是 不要消灭它们 不需要消灭它们 也不用去忽视它们 而是要学会怎么样跟它们相处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比喻 当我们看到一个乱冲的大象 比方说一个大象 哇 庞然大物冲向你 你有没有可能把它想象成一只兔子 然后假装没事 这是不可能 对吗 有的时候 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 我们的朋友会怎么样 我们的朋友可能会忽视我们 有些朋友可能会责骂我们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关心我们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喜欢哪一种朋友 你喜欢那个当你有情绪 当你有困扰的时候忽视你的 还是你喜欢那个责骂你的 或者是你喜欢那些 真正让你感觉关心你的那种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选的都一样 都是那个愿意关心我们那个人 那个就是我们喜欢相处的人 可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是 你有没有曾经关心过你自己 你有没有曾经关心过你的内在 重点就只有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 恐惧是内在需要爱的地方 有一本书叫做 当恐惧遇见爱 它里面有描述一段话 我觉得蛮棒的 来跟你分享 它说爱与恐惧 其实是一体两面 你有多深的恐惧 就表示你内在常有多丰盛的爱 所以只要放下恐惧 爱就能滋长 它在这个书里面提出 放下恐惧 并不是要跟它对抗 也就是说不需要消除它们 消灭它们 而是彻底的 完整的去感受它 我知道对你现在来说 可能某些负面情绪 或是某些负面事件 对你来说 你没有办法完全去感受它 你觉得我就是不想要感受这些 我就是想要抛下这些 但是我希望你会慢慢地去体会 我们想跟你分享的 恐惧是内在需要爱的地方 我常常去做一个比喻 它就是说 磁铁有分为南北极 就是因为它有分南极跟北极 所以它大概有磁力 我们人也是一样 有分为负面跟正面 当我们可以让它们好好相处的时候 我们人生也就有所谓的方向感 奥修他在一本书里面 有提到一句话 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 可以跟你分享 叫做 记得进入这个两极化 遗忘跟记起 生跟死 苏醒跟沉睡 你要让自己进入两极化 就像马车的两个轮子一样 就像鸟的两张翅膀一样 不要只在一边 不要只在一起 因为那样使你瘫痪 所以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恐惧或快乐 都只是你的感觉 并不是你的本质 实际上我们会追求的是快乐 可是快乐呢 它其实是一种情绪 情绪是一个会来来去去的东西 我们不可能有永远的快乐的情绪 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都有痛苦的情绪 现在的我们 有些朋友 可能因为时常的感受到痛苦 所以呢 他们会想要怎么样 他们会想要追求快乐 可是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个人 永远都是快乐的 他有一天觉得无聊 他会想要去享受痛苦 可是我想跟你分享的是 逃避痛苦跟追求快乐 它都不是我们真正值得追求 跟活出的目标 另外一个真正值得我们活出的目标 它不是追求永远的快乐 也不是一昧地去排斥负面 相反的 它是一种包容这两者的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 当你体会到了 它是一个自由的状态 它是你的本质 它是一个真正的爱的感觉 OK 所以怎么样去接纳我们的恐惧呢 有几个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 注意你的呼吸跟觉察 什么是觉察呢 觉察不是你的感受 觉察也不是你的思考 觉察不是你的身体 觉察也不是你听到的声音 觉察是一种 你用脱离的概念 来注意跟观察你的当下 觉察是一种 你注意到你正在感受什么 你注意到你正在思考什么 你注意到你正听到什么 你注意到你的身体所给你的感觉 而当你注意到的时候 你不带任何的评断跟分析 不去评断它是好的思考 或者是好的情绪 也不去评断它是不好的思考 或不好的情绪 你就只是注意到这些思考跟情绪 所以当你在觉察的时候 你不会去说这个思考是不好的 你不会去说这个感受是不好的 你不会说这个身体疼痛是不好的 你就只是观察跟注意它 这是我们要去做的练习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放轻松 然后第三个 接纳你恐惧的方法 就是你要了解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是什么呢 各位可以去想象一下 你的正面的思考跟负面的思考 或是正面情绪跟负面情绪 它们就好像天上的云一样 OK 你的快乐来了就像一个白云飘过去了 可能呢 你的愤怒来了就像一个雷云飘过来的 可是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你并不是那个白云 你也不是那个雷云 你是背后的太阳 所以雷云再怎么强大 它都电不到太阳 所以你要去放心 记得这个比喻 雷云再怎么强大 也电不到太阳 你要做的就是注意你的呼吸 然后觉察你的思考情绪跟身体 我希望今天影片能够点亮你的生命 创造一些转变发生 如果你对更多点亮的生命 创造财富 美好关系 以及发挥潜能的思维练习有兴趣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内容对你有帮助与启发 请转分享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另外有兴趣 进阶学习的朋友 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去订阅我们的电子报 收到更多更多的文章 陪着你一起锻炼 升级你的内在 迈向你想要的 全方位的理想人生 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啰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